海牙第四公约和第九公约 那么都涉及到关于如何保护民用设施 这样的问题 就是这个1949年的任内瓦公约 1977年的任内瓦公约的这个第一 附加一定书 这上面都有明确的规定 这个规定的核心呢就是说 像大坝和核电站这样属于比较危险的目标 国际法呢专门有这样的这个条款 来保护这样的目标 这本是中华人民共国条约级 这个条约呢就是任内瓦 四个公约两个附加一定书 我们都加入了 德国它有一本书叫做 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主义法 它就是按照任内瓦第一附加一定书 来在国内法当中规定 就是像这样的目标都不能打 而且为了确保安全 它自己还把自己这个国内的 把国内的核电站的位置 明确标在这个图上 当然按照这个第一附加一定书的规定呢 这还有一些标志 三个同行员 专门用了这个作为大坝 像这样的目标呢是不能打的 这个平时是不放这个目标 平时不用放 那么我作为军人嘛 我们要保卫国家的安全 实时我们应该考虑到威胁 但是我个人认为 现在的威胁 主要是高技术局部战争 而不是大规模战争 像核战争 这个是不太可能 有的同志曾经说 这个核战争战争打起来以后 一个核炸弹把这个三峡都炸了 那么核战争打起来 我们就有一定的 我们是有核国家 我们有足够的核反应能力 所以呢任何国家 想对我们实行核打击 它必须先考了考 我们还有个核抱不守的 按照原来我们怕打仗 我们干脆什么也不要建设了 对吧 也不修大坝了 我们城市也别盖大高楼了 每天装防空洞 这个不能这么想 我认为现在建设三峡大坝 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相反 当我们的国情 需要治理长江的时候 如果我们由于担心战争 而放弃三峡工程 恰恰会使我们失去发展的良机 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 这个教训是太深刻了 我们一百多年来 一直遭受 帝国主义列强的这个侵略 把八国联军就是个例子 我们国力增强了 经济建设搞好了 那么我们保卫和平 捍卫我们安全的力量 就会大大提高 同时也给那些 要强加战争 给我们的那些势力 一个警告 就说中国强大了 不是任人欺负的这个时代 对中国来讲已经过去了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 其他的这个河段上 整个长江的水也是比较浑 那么拍摄出来的画面 可能不会很好 所以最后呢 就取消了这种打算 现在的时间呢 是下午的两点半 也就是说再过一个小时 大江截流呢 将顺利的完成河龙 那么习惯了 在自己的河道上奔波的长江 为了中国人的幸福 就不得不改道 导流 不论的 不论 就不论 不论 不论 不论